在推特色活動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要找回貼母商圈榮景 難道是要跟對手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 將萬安較勁 台北市的資源會用在最有用的地方 所以沒有人要跟誰較勁 這是資源配置的問題 不是比賽這件事情 第二個是政府的資源 要做有效的配置 如果只辦活動 可能要看商圈實際的需求 是比較重要 雖然說沒要比較 卻也聽得出在暗縫 因為蔣萬安才喊出 如果當選市長 每個月每一季 都要辦活動來活絡商圈 黃珊珊不只馬上回房 還要再加碼 今天的活動 其實兩年前就在討論 我們的振興案方案 下個禮拜會公告 預告台北市即將公布新振興方案 黃珊珊拼經濟也拼支持率 跟藍綠已經打得難分難解 在搶藍又吸綠的情況下 市長柯文哲看好她 不用跟哪陣營合作 就有機會拿下年底這一仗 黃珊珊一貫官方回應 不打選票計算 反正她不講的 柯文哲自然會幫她說出來 TVBS新聞 劉立誠 楊清波 李平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